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莉说电影 俗话常说,包之百病 有的女人爱包就如同爱美一样 会为自己准备许多漂亮的皮包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皮包都是用什么材料制作而成的呢? 今天小莉就通过这样一部短片来告诉大家 小美对于包包有一种狂热的追求 她的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包包 可是她依旧不满足 这不,又买了一款新的包包 这款包包刚上市不久 价格十分昂贵 所以小美很是珍惜 为了防止狗狗内养 她特意将皮包放在了柜子上 狗狗呢,也是很听话 并没有违背主人的意思 可这时,她发现皮包竟然动了起来 感觉不对的,她立马对着包一阵狂飞 任凭小美怎么呵斥都不起作用 最后小美被包包吵得心烦 便强行把她拉出去 关在了阳台上 晚上大家都进入了梦乡 只有狗狗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包包 突然,她好像听到一阵声响 于是立马警惕地望了望四周 可当她再次转过头的时候 却发现柜子上的皮包竟然不见了 狗狗惊恐地四下张望 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最后她寻着声音走到一颗绿植旁 一会在地上发现了几只死老鼠 吓得她连连后退 而此时,那只皮包又回到了柜子上 而且上面还夹带着一丝血迹 更让人惊恐的是 包里突然伸出一条舌头 将血迹给舔干净 看到这一幕的狗狗顿时狂吹不止 并直接冲上去撕咬着包包 小美被狗狗的叫声吵醒 急忙起床查看情况 当看到狗狗吹她心爱的皮包时 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赶紧将其夺下 然后把狗狗关在门外 可狗狗却依然不停地叫着 片刻之后 屋内传来小美的尖叫声 而房门也突然被打开了 狗狗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 结果发现小美已经遇害 而后一个怪物便扑了上来 到了下半夜 下班的丈夫终于回到家中 一进门她便看到小美站在门口 正想询问是怎么回事之 就一命呜呼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看到这样的狗狗 大家是不是都想要来一只呢 不过在这儿也要奉劝各位小伙伴 少用皮脂包包 毕竟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爱护动物要从自我做起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